而这场工作假期吸引了30多位海内外志工朋友参与 在这些志工伙伴当中可以发现 有远从韩国来的网红夏天 还有土耳其的网红涂家 深刻的部落生活提点 让他们在发表会上分享时 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可以看出他们对台东的部落生活充满了感动与回忆 我最喜欢的芭蕾杆 酸酸的特别的味道 打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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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过所有台湾小吃 大旦台湾美食 并且将倒过吃过 任何在台湾所经历过的事情 都拍成影片的土耳其网红涂家 还有这位来自韩国的姑娘夏天 去过许多台湾的景点 流利地用中文跟英文向网友们介绍 这两位国际网红 这次则是来到台东参加部落的walking holiday 他们第一次在部落里生活 跟着主人一块一块地堆起砖头七墙 做着部落的人们平常在做的事情 还有尝过许多道地的美食 他跟我说 你要再来 我说好啊 我要再来 他说明天 我说好啊 对 好啊 我又要哭了 我说好啊 明天 然后他说 他说真的 真的啊 明天 对 我的眼泪被你逼出来 被你逼 每个人我的家人 还有小杜姐 她在那边 她很年轻 她很年轻 可是她好像我的妈妈 因为是她照顾我 这个四天她照顾我 为了我特别准备了菜 因为我是米斯林 我是回教徒 为了我特别准备了菜 好像妈妈的感觉 我一年都没有去过土耳其 所以我很想妈妈 可是现在在台东 在乌鲁拉克斯 波鲁也我有一个妈妈 谢谢妈妈 谢谢 在分享会中 说着说着 泪水不停的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在四天三夜的工作假期里 不仅跟族人交流 更深一场的认识台湾的文化 也结识了家人 看来 能够有着这些美好的回忆与感动 没有亲身经历过 是无法体会的 老想着到国外 walking holiday吗 其实在台湾的部落里 不论美食 文化 以及互动 也有着许多让外国友人 所向往的地方呢 记转起轮 塔东市报道